这是我非常满足目前的日子 身体健康 心情愉快 经济富裕 子女更是孝顺 请问这样幸福美满的人生 有必要学佛吗 你想想看你有没有必要 你这种幸福美满呢 还能维持到多久 如果是永远维持 那你也不老 你的儿女都不老 那还行 还能够讲得过去 如果你要知道 慢慢都老化了 这个时间不太久 那还是要想方法 那么唯一的 健康长寿 永远不老 只有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人的寿命是无量寿 阿弥陀佛无量寿 所有往生到那里的人 过过都是无量寿 古大德常跟我们说 西方世界第一德 就是第一桩的好寿 就是寿命无量 这个是他方世界都没有办法跟基督徒 如果你喜求无量寿 那只有到极乐世界 这个才是真正幸福 比你现在的幸福 要跟极乐世界比 是没法子比的 所以你好好想想该不该去 是